今天的依知国股推介是中芯国际981 经济日报的投资热化组减选原因 半导体供不应求 市传台积电袋供费用加价两成 国策聚焦战略新兴产业 加强高端芯片等核心技术公关 有利半导体企业 股份看好中芯 目前市场普遍认为 半导体产能不足将会持续到2022年 今年中芯国际的生产线 预计会持续是满负荷运行 考虑到公司在4月份上调了部分产品价格 预料下半年业职会持续向好 今年全年来说 高盛预计中芯盈利达到14.5亿美元 增加超过一倍 建议在23元附近收集中芯国际 目标先看28元 失手21元减持